哈喽大家好,我是威星 今天呢就不画画了 因为今天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就是我要去嘉义演讲 那我现在位于的是嘉义的民雄 我要去协同中学的绘画社 和学生们讲一些我画画的经历呀 分享一些我的工作心得 那今天呢会讲两个小时 第一个小时呢 我会和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经历 把作品一一的都找出来跟大家解说一下 第二个小时呢我会分享一些我平常比较少讲的东西 就是我工作这五年来 身为自由工作者的一些心得 还有我是怎么练习 然后顺便甚至我还会把我的一些练习的图放出来 那这些都是平常没有在网路上公开 也没有在外讲过的事情 就在今天两个小时精华 带给嘉义协同中学绘画社的各位啊 现在时间快到了 我们就出发去准备演讲吧 那时候大家会围观我 那我那时候都是 礼拜六几个礼拜日去摆摊啊 我在我要跟我爸妈说我要休学的 那前几个月我就有去参加一些比赛 我参加比赛就是为了得名 但是太大的比赛我怕我得不了名 所以我都找那种很没什么名气的比赛 所以很容易得名 我就得了前几名 然后我大概得了两三个 那几个月我也就是比较现实一点 就是我那几个月赚的比较多 因为我要让他们知道 我不用继续读书 我也可以在社会上立足 唯一不变的就是什么 变 比如说可能我今天画屁话画的好好的 会不会下个月突然台湾 冒出了一百个或是一千个 画屁话跟我一样看影片的 那我怎么办 那我就真的要去摇影像吗 就真的外清流发 可能鼻子就怎样 特别翘或是下巴突然哭出来 晃到之类的 能画看眉毛 肯定不可能比你的眼睛黑嘛 所以我眉毛就干脆把它画淡一点 现换细一点 然后虚实做得很大 因为我喜欢兴趣性 那这张图我可能就是轻松化 速写 那这个有粗细变化 它看起来有点像漫画感觉 其实她让我们像的幻化 绽化 Committee sick 室 诶 写个日期 我写遮 等一下就 我们有写時間 叫什么 秘製 好 佩逾 ze 也是学画图 這次是他邀請我來這邊演講 然後他是這個社的社長 年輕有為 其實我剛剛有一個簽名 好像簽成2022年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發現 結束啦 下班了 講了兩個小時 沒有麥克風 稍微有一點點燒下 但是還是挺開心的 因為 沒有講過這麼長時間 不間斷的耶 我做了大概七八十頁的PPT 每一頁都有講到 我覺得我蠻厲害的 因為比較多是放作品圖啦 所以 是 都可以講完 這一次兩個小時 我真的是傾囊相守 我在第二個小時講的東西 是 我從來沒有對外講過的 一些我工作還有畫圖上面的經驗 雖然說我工作的時間也沒有很長 但是總是會有一些心得嘛 就跟這些孩子們分享 因為大家都還是 十三十四十五歲或是高二的年紀 跟我那時候剛開始出來畫圖的年紀還蠻像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把這個經驗分享給他們 畢竟他們是繪畫社嘛 肯定是喜歡畫畫才會來繪畫社啊對不對 我一直都覺得如果我小的時候 就有人來告訴我這些東西 或許我就可以不用走太崎嶇的路 我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 所以希望我今天去講的東西 能給他們帶來收穫 也希望他們有時候體悟 那希望我講的好吧 我不確定 總之我是滿滿足的 然後我已經請盡全力了 一切也都很順利 所以就這樣 我要準備去吃東西了 感覺需要去吃一頓好吃的東東 現在要去搭火車啦 搭火車可能要去嘉義晃一晃吧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話訂閱我的頻道 你也可以去按讚我的臉書專頁 或是你也想要聽我演講的話歡迎邀請我 就這樣 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